中秋节那天 里长阿姨请大家吃的饼干大受好评 于是林里、麦麦和小树蛙 决定在家里尝试制作不同口味的饼干 上次里长阿姨送给我们的手工饼干 真的好好吃哦 我之前和家人一起做过手工饼干 只要准备好食谱上的食材 照着步骤做 很容易就可以做出各种口味的饼干咯 想不想自己做做看呢 我们可以上网找找不同口味的饼干食谱 过了一段时间后 林里、麦麦和小树蛙 分别找到了巧克力饼干 蔓越莓饼干、抹茶饼干的食谱 我最喜欢巧克力口味的饼干 三种饼干都会用到的 对了 我们可以把这些食谱的成分重新排列 制作成表格 这样会比较容易阅读 小树蛙、林里和麦麦一起将食谱的资讯填入表格 制作一份巧克力饼干 制作一份巧克力饼干会用到150公克的低筋面粉 所以林里在巧克力饼干对应低筋面粉这一格填入150 接着又将无盐奶油50公克、糖40公克填入表格 请协助林里、麦麦和小树蛙将三个食谱的资讯重新整理后填入下面的表格 没有使用到的材料填零 经过整理后 三种饼干分别需要的材料变得更容易阅读了 我发现每种饼干都会用到低筋面粉 无盐奶油还有糖 巧克力和麦麦饼干需要用到鸡蛋 抹茶饼干则不需要 如果要做巧克力饼干 麦麦饼干和抹茶饼干各一份 需要多少材料呢? 用表格呈现变得很容易计算 我们只要将三种饼干所需的食材分量分别加起来 就可以知道各种食材需要的数量 以低筋面粉为例 150加120加150等于420 所以总共需要420公克的低筋面粉 我们可以把计算的结果记录在表格上 去买材料的时候 一看就知道要买多少 制作一份巧克力饼干 一份麦月莓饼干 和一份抹茶饼干 需要的食材数量有多少呢? 请把计算结果填入表格中 三个人合作算出总共需要的食材数量 并到超市采买 一包低筋面粉是500公克 根据刚刚计算的结果 我们需要买多少包面粉呢? 我们需要420公克的面粉 所以只需要买一包面粉就够了 三人有说有笑地买齐了制作饼干的材料 并回家制作好吃的饼干 与家人朋友分享 大家都赞不绝口呢 莱莱和麦麦用剩下的材料 多烤了一些饼干 烤盘上有10片巧克力饼干 和10片麦月莓饼干 莱莱先拿了9片饼干 其中5片是巧克力口味 剩下的饼干都留给麦麦 请填上表格中每个格子的饼干数量 并说说看你是如何完成表格的 od 优优独播剂子 优独播剂子 在那里面 做饭 给你 zad葬